好了,我们接着上课 我们在上节课当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类的一个加载过程 那在说类的加载过程之前 我们大概给大家说了一下类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的一个类存分布的一个情况 其实它是在类加载的过程中会对应到 或者说你类溜出来会对应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就是你先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class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访问这些二进制数据结构的一个入口 它必须是个入口 否则你想你用反射的方式去反射这个class 它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 而且我们的对象它都有一个对它自己class的一个应用 对吧,所以你就可以联系起到你的反射等等的 你可以想到我怎么通过反射,反射class会拿到一些数据呢 数据的东西呢 就是我知道我有哪些字段哪些方法,它就在这里 那我这些东西的值在哪里,值就在这里,对不对 ok,如果你在刚才那节课当中听懂了这个 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就已经完成了 好,我们接着来说链接阶段 链接阶段呢,其实分了三个小阶段,对吧 一个就是说验证,我们来一个一个跟大家去说 在加载阶段完成之后呢 继续你外部的二经质,哎呀 数据虚拟机啊 虚拟机 虚拟机外部的二经质数据就会按照虚拟机所需要的格式 存储在方法区中,对啊,对应到我们的数据结构是吧 对应到我们的数据结构 然后在堆区中创建一个class啊,对象啊,下岗啊 下,下,这个对象啊,作为程序访问方法区这些数据结构的外部接口 对吧,也就是它是个入口,也就是说你这个 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它是直接法文不到这个东西的 对吧,只有在哪里 class对象才会对应到,也就类似于这个东西了 对吧 啊,其实它就是 到对象数据类型的指针 其实你该把它理解为class的东西了 这是对象的实例,对不对 这是对象的指针 好,我们创起来不就容易一些了 呃,然后呢,加载阶段与链接阶段的部分内容可以进行交叉进行 就比如说我可以一部分代码加载完,然后再进行验证 呃,然后就立马进行验证,呃,提高效率 现在JVM的发展是很快的,它在呃,验证阶段呀 或者说是在类的呃,运行运行期很多,呃,都做了很多东西的优化 可能就是你看到的一些信息的规范 啊,它并不一定是啊,严格按照规范去来的 啊,因为呃,现在我们的内存啊,CPU啊,这个提高的很快 如果你是什么事情做好在做什么事情 啊,可能是不行的啊,它是能尽可能的利用 啊,一些啊,时间就去做大量的工作 啊,更多的去压榨CPU和啊,内存 这也是Java这么多年一直在发展,性能一直在提升的一个原因 好,在列阶阶段呢,会分为,呃,几个小阶段 也有三个小阶段,那第一个呢,就是验证 验证,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验证,呃,class文件流 是否符合我虚拟机的一个要求 并且不会损害到我JVM资深的一个安全 对吧,呃,很多人说我这边 虚拟了个东西啊,很正常啊,那你验证我肯定是损害不到你的嘛 我之前说了,我们的class啊,不一定是从磁盘上弄过来的 你可以,而且它是一个class文件 你可以自己根据它那个规范去生成一些啊,byte数组 而且是文件交给虚拟机,让虚拟机去帮你启动 因为虚拟机它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是不是由你从原码编译后的一个东西呢 对吧,所以是它做这样的一个验证,就相当于你 给你的前端提交了一个请求的服务器去 那,你是不是要把所有的验证都放到前端呢 前端是要有的,对不对 验证完了之后,那我所有的东西到后端,后端在验证不验证啊 因为它后端它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前端来的 对吧,你有可能 借着这种post们,或者是 呃,其他的一些HPP的客户端 你给它发了一些东西 他自己不知道 你可以模拟的嘛 他是知道我接收到了一些 post或者说get,delete,put 这样的一些方法 带了一些参数过来 好 呃,然后呢,如果验证不通过 会有一个 verify error 这样的一个 error信息 它不是一个exception 它是一个error 这样的一个信息,或者说其他的 它的子类 对吧 它的子类 linked error 你看 so when verify that detaches class file 啊,就是会 当什么detach class file的时候 啊 这他写的 他有哪些子类呢 我们来看 他这边没子类 但是你可以 别人可以去实现啊 这些子类 好 然后呢 首先他验证 验证文件的格式 首先看你的魔术因子 是否正确啊 他的魔术因子 是这个魔术因子啊 这是 class文件的魔术因子 也就是说前几位 对吧 然后呢 主版本次版本 是否符合当前选 选机 我要运行你嘛 对不对 看要加载你看 我是不是和你这个版本匹配 还有 常量之中的常量类型 是不是支持 当然你可以 因为你除了什么inter类型啊 等等东西 你还可以自己随便编几个嘛 因为你 反正是写by的数组 写到一个class里面去的嘛 如果你自己写代码 肯定不会出现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文件格式的验证 呃 原数据的验证 就说 看你有没有负累 呃 你负累是不是允许继承 对吧 如果他是final的 就不允许继承 还有就是说 你是否实现了抽象方法 啊 如果你没实现抽象方法 然后你就写了一个class 的一个字节码给过去 那他也就会帮你做这些验证 还有你是否复写了复类的 final字段 或final的方法 我不允许继承 但是你给我复写了 编译了一个class的一个东西 你交给我了 我要也我也要去做这样的验证 这就是原数据的验证啊 主要是一个语意的验证啊 大家想一想我们写一个 让我们自己实现一本语言啊 实现一个编译这样的一个功能 编译器运行器 是不是很复杂啊 还有字节码的验证 字节码是主要验证这个数据流 和控制流的分析啊 不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说在操作中我放了一个int 东西但是你却给我给了一个浪子 那你直接把我就搞懵逼了 对吧你明明定义的时候 你给我给了一个印度 但是你给我放了个浪 对吧 呃 还有符号验证 就说我调用了一个不存在的方法 或者字段等等 就比如说我们 no such mself error 这经常会出现包冲突的时候出现 比如说我第一个版本啊 1.0版本啊 他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方法 但1.2版本有这个方法 然后同样把这两个架全放到这个class path 下去 但是呢我在编译的时候呢 他可能帮我引用了1.2这个版本 说是这个方法是在的 但是我在运行的时候 他有可能把什么1.0这个版本的架 加过来 一看没这个方法 对吧 啊这个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是也就是我们的符号引用的验证 ok 准备阶段呢 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为我们的类变量 也就是说静态变量分配什么 啊初始值是吧 初始值 呃 分配初始值是什么 就是说一些默认值呗 这些默认值的 就在这里 叫inter是0 long是02 short是0 然后char 00-u 然后but but boolean的是false float是0.0f double是0.0d reference 是num 对吧 这个是我们呃之前跟大家去说过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 啊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为类的静态变量分配内存 并将其初始化为默认值 对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解析阶段 就是把类的符号引用转化为直接用 它其实有四个方面的类或接口啊 方法呀属性啊这样的啊 好我们来看啊 类或接口的解析 字段的解析啊 类方法的解析啊 接口方法的解析 它这里面其实 有一个什么虚极规范之中 并未并未规定解析阶段发生的具体时间 只要求执行了这些这些这些东西啊 引用 在引用这之前你就帮我解析好 那解析的最终最终结果是什么啊 最终结果就是他了 其实就是他 对不对 你解析完之后呢 你要让我知道我从哪能去到什么 明白了吗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些指令 是不是有些我们见过呀 什么get status啊 什么get field 我们是不是见过啊 我们来如果没见过的话 我们做一个让大家见一见 ok ok 诶 my object 好我们给它编译编译一下吧 编译生成一个target 这样的一个一个东西我们进去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些指令啊就是说你put field啊 new啊或者get field啊你在做这些之前呢你就要帮我啊做好这样的一个链接就是你可以在此之前你可以不做啊但是我一旦要用你必须帮我做好 好 好 进来 进来 然后呢 class 进来 进来 come 好 啊这是我们有东西我们建的这个 哎呀sorry都打了个class啊那个class应该不打的 哎这打不打都行啊他都能出来 看到没 get static get static get static是谁 我调用了人家sysm out prate这个东西啊也就是我这边要用sysm out的prate啊你要起钱怎么了绑这个链接啊 你给我准备好明白了吗 啊人家什么规范呢有几种几种比较get field啊 啊什么any anywar anywar还是什么东西行inwork static啊对不对啊你要把这些东西提前给我怎么啦准备好 ok get static 大概就是把这些东西啊这些是什么符号引用对不对要转转化成什么直接引用对吧啊这个是我们啊在链接阶段啊经历的三个小阶段要做的事情啊我们这节课就给大家啊描述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就说一下初始化阶段讲完之后呢理论东西基本上就没什么了后面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啊描述一下 啊做实战的东西啊其实你要把这些理论东西是多多时候知道一些啊嗯 嗯我也是之前我上课的时候是不做PPT的就是理论性的东西啊我会边讲边写一个txt文件但是有些人就说啊你这啊到时候复习的时候也不好复习所以说我就做了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PPT到时候也会传上去啊看那我们实战的时候呢就可能就不会放到PPT里面去了就像类似于这种你看直接没有一行一行东西啊 全是啊大缸啊大缸的东西好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啊我们下节课来说啊